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中首轮外交安全对话 上星期在华盛顿举行 北京和中国媒体高度评价这次高级别的外交与安全对话 称在两国元首四月份海湖庄园会晤重要共识的引领下 对话具有建设性并富有成果 川普总统也再次表示目前美中关系很好 他很喜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不过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 川普和习近平的蜜月期即将结束 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说 美中两国享有的短暂而意想不到的蜜月 似乎正在陷入困境 这让北京对两国已经开始了一种新型商业关系的希望化为泡影 《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则认为 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注定将进入坎坷和艰难的道路 除非中国对其某些长期的政策进行修订和调整 那么这种担忧的根据是什么 川普习近平蜜月期结束后的美中关系将如何走向 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 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 戴博先生 Mr.Robert Daly来谈这些话题 欢迎戴博 谢谢 这个就是上个星期刚刚举行的这个 所谓首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 是否有什么新意 我之所以这样问就是因为在这个美中之间 布什政府时期的战略经济对话 后来奥巴马时期叫战略与经济对话 那么现在又叫外交与安全对话 那是不是有新意吗 也没有什么新的开端 当然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就是见面的这些词事越多越好 他们可以调论很多问题 同时的话 给你一点那个流域情绪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他们是走过场而已 没有解决太多的一些技术的问题 而且自从他们在那个海湖庄园见面以后 好像那个中方和那个美方 就是一个抽虫猝腻的一个态度 不要提起这些中美关系的棘手问题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有所那些转折 今天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一个新的报告 就是说明天美国的国务院 就是要宣布中国的这个人口翻译 中国那个人口那个走色的记录 有所下降的有一个正式的报告 就是说这是特朗普政府 第一次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 中方肯定是很不高兴 所以有很多这些方面的新的一些证据证明 所谓的米月也许会结束 另外还有消息说 很可能就是这个星期的时候 川普政府可能还会宣布 关于这种外国进口钢材的一些 这样的调查的一个结果 这可能也会让 反行销 这些问题都出头了 可能也会让这个北京不太高兴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 那么又刚才说到有这两份大的报纸 刊登的是两个不同的作者写的文章 那这个标题几乎都是相同的 都认为就是说川普和习近平的这个蜜月期是即将结束了 那么他们的这种观点的这个依据是什么 你同意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夸张 可是总的来讲我是同意的 问题在于那个习近平 他今年的目标很明显 他是要稳定中美关系 因为那个十九大 他要好好的过 他就是希望美国不惹他 他也不惹美国的 特朗普的对他来说那个对话政策 不是他最优先的事 所以他宁可就不了了之 他也不愿意惹事 可是中国和美国让这两个大国走向冲突和敌对关系的这些势头很大 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这两个人都不能自己管理 或者控制这些有历史意义的 华时代的这个很大的一些趋势 在经济贸易方面 投资方面 人权方面 战略方面 谁会施展更大的全球的领导力 这些问题 这个不是他们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说的算 他们也不能控制这些现象 像你说的 房秦销 这个问题也出头了 今天那个陆小波的这个信息 就会提醒美国人 就是中国的人权记录也不太好 而且明天要注意这个 迪勒森美国的国务卿 要宣布就是中国的人口走私的这个评级要下调 这些问题都是说明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能说双方关系好 就让双方关系好 你觉得就说到这个刘晓波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刚才我们的新闻里面也有很多的这样报道和介绍 那么目前国会方面像南希佩洛西 这个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是发表了一个声明 就这一个问题 国务院的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那么你觉得这个美国国务院 甚至是川普总统会对这个刘晓波这个事件 会发表什么样的 会发表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吗 很难以测 因为刘晓波你说的事件 不是他得了这个肝癌晚期 原来刘晓波的这个问题是他坐牢 他是被捕了 他是唯一的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获得者 还在监狱里头 这个我们早就知道 他现在就是反病 当然那个人道的一些考虑 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可是刘晓波的情况我们早就知道 所以从中美关系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事件 新的发展 这是一个提醒而已 我觉得像台湾的这个军修问题 钢铁的反倾销问题的 还有那个南海问题 虽然基本上是有一个新的状态 可是擦枪作火的可能性还是有 所以所有的这些摩擦 就是说明你不能 你不能留意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有个什么我不惹你 你不惹我的一个默契 中美关系太复杂了 说到就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 所谓的这样的蜜月期吧 说现在蜜月期即将结束 但是我们来回顾就是川普总统上任 这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以来 就是美中关系当中 还是发生了一些非常 就是可以说非常正面的一些这样的发展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新闻里头也提到 就是川普总统也非常信任的这个人 那么担任这个爱尔华州的州长 长达二十多年 被中国人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 这个布兰斯塔德 马上要到北京上任了 那么另外呢就是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 那么在这个美中关系当中 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 这个不一定是好消息 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川普的女婿 是影子国务卿了 说他是 那么川普呢又在今年呢 有可能会访问中国 那是不是这一系列的这样的发展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川普的对华政策正在走向 一种成熟的这样的一个 不能排斥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那个布兰斯塔德 就是那个爱尔华州的前州长 是中国人的老朋友 这个都是有宣传词材 当然他对中国也是一致半截 可是总的来讲 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他很了解也很懂得 中国和美国的这个 弄作物的这些毛衣关系 是非常重要 可是美国驻华大使 历来对美国的对华政策 不起什么太大的作用 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如果是他的女婿库什纳 是所谓的负责 专好中美关系 我们非得问不可 这个人有什么资格 他只不过是娶了那个特朗普的女儿 的一个新自喜洲的那个 房地产的开发商而已 他也是不懂外交政策 外交关系 更是不懂得那个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关键问题是到现在为止 他没有人命什么资历比较深的 比如说国务院的副国务卿 助力国务卿 国防部的这些有关人 特朗普政府到现在为止 东北亚和中国政策的专家 几乎没有 只有一个那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一个专家叫Matthew Pottinger 大家对他的影响都是特别好 可是除了他一个人之外 特朗普的人马还没有选好 所以Kushner Branstad 他们会不会稳定和发展这些关系 当然我不能说是不可能的 可是他们都是新手 我们再来说 刚才你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东北亚的这个问题 就是最近这个朝鲜的这个问题 一个美国的大学生在朝鲜被捕 然后释放以后就很快就死亡了 川普呢当然对这个北京解决这个朝鲜问题呢 也是发表了他的看法 他说北京呢显然好像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呢好像没怎么起到这样的作用 但是呢尽管是这样 我认为我还是非常喜欢习近平主席的 还是希望呢能够和他来合作 来解决这个平壤的这个问题的 那么北京对于平壤 到底有没有美国人所希望的 或认为的那种影响力 或者是说北京有这样的影响力 但是北京并出于自己这样战略的考虑 并不想去来 比如说来使得金正恩政权来垮掉 北京肯定是有影响力 如果没有他几十年来的一些支持 各方面的支持 金正恩这个政权不会存在的 而且中国也不会有什么核武器 这个是中国有一定的资认 应该是服气的 可是中国对他的那个影响力肯定是有限 他并不能直接的左右或者命令平壤有限的 而且中国在那个朝鲜半岛的利益 跟美国的利益是有冲叠的地方 我们都是反对朝鲜有核武器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在朝鲜半岛的一些利益 也有那些矛盾的地方 所以中国的没有足够的动机 来给美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原来那个特朗普 就是希望习近平会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现在他觉得习近平可能是辜负了他的期望 他还是很客气的说你也没有能力 你没有做到 是要给他施加压力吗 或者是要羞辱他 或者是要给他打一个那个预防针 让他知道特朗普现在会诉求一些什么样的行动 我不知道特朗普发这些推特的行李和这些策略 我们不太了解 可是原来他对那个习近平的这个希望 我觉得是有错的 你觉得接下来在贸易方面 经贸方面 川普会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吗 在放行销问题肯定会有一些行动 尤其是在港帖旅途 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会有放行销的新的措施 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是互相这个投资的这个协定 现在中国的公司在美国直接投资 没有很多野树 没有很多障碍 可是美国公司在中国还一直在发现 那个中国这个市场还不是对外开放的 而且美国的商人 美国的学者 美国的学生 美国的那个非官方组织 都是觉得在中国不受欢迎 所以他们给那个特朗普政府也是施加压力 就是说明这个互利互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们不应该让中国公司 或者中国的有关部门在美国享受 美国的公司在中国没有办法享受的条件 一句话 你对这个未来川普总统这个任期内的 这个美中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我短期不乐观 我长期不见得悲观 好的 感谢戴博 这是维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来演播时参加今天的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 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